这是我们营地附近的一个小公园 大家可以看到水非常的清凉 山是苍翠的 远山是雄壮的 现在是中午刚刚过 天气非常的清凉 天蓝蓝的 这里还有小桥流水 我们在这走一走看一看 今天天气非常清好 你看没有美国川普又被刺了 今天早上听说了 这是第二次了 估计大家都很震惊 其实咱们节目里聊过 就说左派现在就是那么一帮人 不想承担责任 但是还牛逼轰轰 然后被生活本来打得体不完肤了 但是又震撼这些成功的努力的向上的这些人 对没错 毕竟这些人在社会里头不管干什么 都是要求别人高要求自己低 对 自己可以随便 别人不行 说别人一套一套的 你让他 行了 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干吧 他自己干不了 什么都干不了 是不是 撕菜了就 对 所以这个特点呢 就导致这批人的什么呢 有些时候容易走极端 发现没有 对吧 对 这个怎么走极端呢 动不动就急了 是啊 是吧 恼羞成怒 这个或者叫恼羞成怒吧 这个老头子害羞 就发怒 是吧 然后就怎么讲呢 这个你看这个民主党是吧 接二连三的这个支持民主党的人 然后刺杀川普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但是没有共和党 呃支持者是吧 对 去刺杀这个 呃 拜金啊 拜登啊 贺锦丽是吧 嗯 尽管大家对 贺锦丽也不怎么看好 嗯 这就说明了问题了 对啊 共和党的人呢 好像支持者呢 他大部分都是 呃 心胸比较开阔 经历过事情是吧 嗯 这种历练 对 是吧 这个社会上来讲的话呢 主要也是靠自己的劳动 获得成功 嗯 这么一批人 是 是不是 是 嗯 不太一样 你总结特对 嗯 所以这个恰恰说明了 这个社会如果要进步 尽管是需要一些这个是吧 不同的这种看法和意见 嗯 但是你不能天儿走险 好好家伙走极端的 太走极端的 偏执极了一个一个 太走极端了那就不对了 是吧 风景如画的啊景色中 聊聊天挺好哎呀你看那水啊 对大家看过我们背后这水啊啊 清亮清亮的是不是 嗯哎呦有点像那个酒寨似的那种水 哈哈哈小马克到处都是酒寨 对其实真是啊这个来的这个呃卡尔加里旁边的洛基山里哈 啊你随便走一个地方嗯 风景就特别的美 对 所以说呢真的这个加拿大是吧 特别是卡尔加里人民 嗯 非常的幸福嗯 当然呢呃这个从哪从呃安省吧 嗯啊我们可以看到更壮阔的武达湖 嗯那跟这个呢 这个这种灵秀的山水啊 呃当然这这山啊还是比较雄壮的啊 嗯这个又不一样啊 那大湖呢那是真是非常的浩大 嗯是不是一望无际 对哎呀就跟海一样啊跟海一样 哎呦大家伙瞧瞧 嗯看看这水底 嗯你看这倒影山倒影 嗯是不是对所以是那种 带着一种魔幻的那种淡淡的绿啊淡淡的蓝啊那种感觉啊 感觉那个山影好像把这个湖水分成了两半哈 哎对两种颜色那边是一种颜色这边是一种颜色 对把镜头稍稍的往上一抬哎 哎就是茂密的丛林这个树丛是吧哎真是太美了 哎呀所以现在这个民主党你不知道他代表什么 嗯代表很奇奇怪怪的一帮人你发现没有 嗯是吧我们走的这个几个大城市 这市中心是吧这流浪汉 嗯啊无家可归的没有工作的这些人是吧 吸毒的这些人嗯 包括流浪难民是吧 嗯这个真是这个他们很多都是民主党的忠实粉丝 哈哈哈很有意思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哈有些人呢他处于这个社会 呃就底层或者是边缘是吧 呃然后呢他们呃遭受的这种社会对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呃不公正的眼光吧 导致呢他们这个心理上呢是处于一种仇恨的状态是吧 对然后呢这个呃心里比较窝火说说白了就是嗯 嗯看人家日子过得挺好他们的他呃流落街头是吧 捡别人垃圾吃或者吃社会救济还不一定能够吃的好是吧 所以呢的确是旁边就是你想想高楼大厦那些很富的人是不是 嗯嗯嗯他们就呃充满这种汉意啊 是啊这个也也真是呃能够怎么讲呢 呃从情理上说的明白这些事情 嗯哎呃所以呢这个民主党是吧原来是代表自由民主是吧 然后呃现在呢正好可能变成了一种少数族裔是不是 嗯这个呃特殊群体嗯是吧 嗯然后难民是吧这个流浪呃这个吸大麻是吧吸毒啊 对这帮人的这个这个这个党了是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变化有点大有点大的让我有点摸不到头脑的感觉 哈哈哈哈哎这个社会变化快了以后的确是不是我不明白啊 嗯这社会变化快啊嗯嗯 记得回程的那个晚上你我来到了小河旁 你都唱草调了是吧 这个水呀跟旁边这个感觉呢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嗯是不是 包括有些所谓的这个环保人士吧 环保团体也好环保人士也好 嗯瑞典女孩是吧 包括那个在马路上逼停人家别人开车的 嗯坐在那里静坐的嗯是吧 还有一些往这个世界名画上破油漆 嗯是吧来表达自己观点的 嗯哎我就问了你既然你们这么支持环保 为什么你不身体力行去捡垃圾是吧处理那些公害去 对呀你做些实际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嗯你搞这些这这这这对吧没头没脑的这事情干什么 而且你也别吃东西呀啊对呀那东西你吃东西你拉屎放屉 一样不是污染环境吗 对呀 我就觉得吧嗯呃这帮的支持民主党啊 嗯所谓的这个极左的这些人士嗯呃可能啊打笑 不管是在家里在学校里 对吧就是在同类里头吧嗯一般都不大受人代价 对吧用陈贝斯朱世贸演的小品说 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不发表意见 哈哈哈哈那是人家不搭理你哈哈哈 如果我发表意见哈哈哈 说了也得也白说哈哈哈 是吧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一定要搞一些离个愣的东西出来嗯来让大家注意他嗯 你看我是个男的对吧又害羞 说话大家也不爱听嗯我突然瓢染了个粉红头发嗯 哎吃了些激素变成不男不女嗯周人一看呀 哪来的一个哈哈哈是吧神奇的人呐嗯 这时候呢他就发现哎别人关注我了嗯对不对有这种美 包括搞环保的搞这个静坐的往油画上这个泼墨的嗯 原理大概都差不多出于一种什么呢 本身他是害羞被打压胆小的那种状态嗯 啊要证明自己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嗯 自己是个牛逼的人物嗯 不来得了的人物啊怎么办呢 这做一下很出格的事情没错 嗯那不就是现状吗嗯啊 是吧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为什么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 让人感觉到这个是不是这个出货人的智商了是吧 有问题了啊对吧哦你偷东西这个这个 九百块钱以下没事嗯但是你如果武力去拦着他不让偷东西嗯你有问题嗯你觉得这是不是 智商了出问题对吧你制定这政策的人你是不是智商出问题了是他就被这样制定 实际上他这这这群人呢他就这个特点 就是一定要弄一种 让你看不懂的方式来吸引你来证明自己哎 这个这个你看我多牛逼啊嗯 其实呢这个在常人看来这是一种赏对吧 车轮的本来就是圆的他才能往前进啊 他非得弄成方的啊他非得弄成方的你看我这样的话多么的各色是吧 嗯开着车上滴能给我拉滴能给我拉一个劲儿货嗯啊太多过瘾啊啊 所以呢这就是啊现在这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正在发生一些让人看不懂的事情 对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心理所在是吧 这群人呢压根就是 呃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嗯就是一帮子这个 怎么讲的丸固子弟不劳而获不劳而获你知道吗 又懒啊啊关键是不想不劳而获哎呦还想吃香喝辣对 不想付出还想那个清清松松赚到大钱嗯就这么一帮人 是不是嗯你干脆天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对啊你工作肯定辛苦对没有天上掉馅饼对嗯所以呢 呃也是为什么说支持民主党的人年轻人 猫女多嗯是不是嗯皇宝人士什么反正我在我看来就是很奇奇怪怪的一帮人 没错 好今天呢我们就在美景里头跟大家聊聊天 呃估计大家有自己的看法不妨提出来我们一块讨论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嗯欢迎关注点赞拜拜拜拜 这水这么清澈有一种让人想进去泡一会的欲望 感觉泡一会整个身心都会非常的健康